大家聽過俗稱和聲阿咪 以前北斷區向來眷村非常多的地方 都有些老蚵子賣這樣的一種麵 沒有肉燥沒有肉塊只有清湯掛麵 再撒上一些蔥阿酥 重點是湯的顏色接近金黃般 已經很少外申第二代願意賣這種便宜又好吃的麵 可能知道我要拍攝青菜放的特別多 簡簡單單的麵代表台灣碗麵的多元文化 我真的覺得青菜放太多 印象中的外申麵偏西麵比較多 和老闆聊天的過程當中 瞭解他是因為外申伯伯是外申人第二代 升級河北神到底家鄉的味道 外申麵一般外觀看起來平淡無奇啊 沒有肉燥更沒有肉塊和其他配料 只有放了一些蔥油酥還有一些青菜 湯的顏色和我小時候看到的外申麵一樣 偏金黃色但這一碗沒有那麼的金黃色 麵給的很多很夠力 味道清淡但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沒錯這就是久違的外申阿味 第一林老師小時候躲在眷村附近 從小就和外申小孩打成一片 自然而然的外申饅頭或者是外申麵 道不道地一嘗變之 要說到湯頭怎麼形容 有一種甜甜的清香 公式低油但好像又不是 味道沒有很複雜 但是很單純的清淡香 就是因為夠清淡所以麵 把湯頭風味全部吸附滲透啊 簡單樸實但又有特殊香氣的外申阿咪 喚起了我國小時期的難忘回憶 聽聽林老師這個西雲 拉入口中的美妙聲 在用湯匙喝口湯 熱熱的最好喝 些許的蔥花和蔥油酥混合著清香湯頭 將一碗平淡無奇的外申阿咪提升到大怪等級喔 聽聽林老師素麵聲音 那種淡淡清香美味可口的麵條 從我洗面發出的聲音就可以知道有多好處啊 喜歡外申阿咪只有35塊 這個外申阿咪跟陽春麵最大的不同之處 陽春麵有放肉燥 有的還加乳蛋 外申麵最大的特色就是沒有複雜的配料 簡單清淡清香香甜 就是外申阿咪的最大特色 現在生活水平提升人民富足 早年離鄉背景來台打拼的外申家俊阿兵哥們 經過戰亂好不容易有一個安身立命之處 沒有大魚大肉 只有麵條蔬菜 正是因為如此才研發了清香的湯頭 剛好這個清香的湯頭可以彌補佐料的不足 所以麵和青菜就是這道外申阿咪的主角啊 曾幾何時林老師小學時吃過的外申阿咪 如今已經漸漸看不到消失的蹤跡啊 我必須承認這一碗外申阿咪和我小時候吃的 味道只有大概七八成相似 這足以喚起我對外申阿咪的懷念 但是外申阿咪都有一個共同點 湯頭的味道絕對不濃 湯的顏色一定偏金黃色 最後就是只有麵和青菜 最多加些蔥瓜和蔥阿蘇 這個外申伯伯人太好了 還記得小時候外申阿咪只有青菜幾頁 現在老闆給我好多 合著湯想起以前保密房碟人人有責的日子 沒想到吃個麵可以拉回國小的時空 林老師來講一下國小時眷村發生的一些往事 時光拉回民國七十五年 當時國小四年級 住在北屯眷村貿易山村的附近 就讀的北屯區新興國小剛好在眷村裡面 一個班級六十多人 我每次都考五十幾名 因為班上同學很多都是外申之地 因為平時我不太讀書成績不太好 有一年我奮發向上在一次斷考當中 我考到了第三名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老師給我一張空白的獎狀 以前獎金國的年代 考到前三名都要到司令台頒獎 明明我考了第三名有叫上司令台 但獎狀的姓名籃和名次籃卻是空白的 我記得大我六歲的姐姐在獎狀欄位上寫上我的名字 但也因為這件事情 懷疑自己在眷村中被歧視甚至不被認同 雖然恩年過後醒醒國小的方校上換我清白 但當年受傷的那一顆心 深埋心中長達三十幾年 當年為什麼為蝦咪至今人是一個謎 嘿嘿 吃吧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喜歡我的粉絲們 別忘了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 嘿嘿